再來的話就是把那個公式轉成副乘式 一般翻譯叫副乘式 不過翻譯很多種 有的叫紙乘式 有的叫副乘式 反正它白話意思就是在module裡面 module就主乘式 在module裡面放的sub 那就叫副乘式或叫紙乘式也可以 那我們要怎麼做 其實到底很簡單 我最後當然會需要插入按鈕 然後一鍵完成 所以我會需要兩個按鈕 可是這個要寫程式以往也非常困難 可是怎麼辦 其實倒也沒有很困難 我們可以延伸剛剛的對話 你只要跟他講說 請幫我撰寫VBA的sub程式 但是你會發現 跟剛剛的function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function它是直接return 它那個叫return 就把結果返還給你放在那個儲存 因為你儲標就放在那裡 所以它的結果就放在那裡 那sub沒有 sub是你要告訴他說 你要將結果輸出到哪裡 有沒有 所以我後面的話 必須加一個關鍵字 就是叫把結果輸出到哪個範圍 所以我希望輸出到14 到應該底下的話應該是1 Ctrl向下 這個Ctrl向下 有沒有 到103 OK 不過你家裡一定會問說 老師那個範圍如果變動的話 變動再說 OK 你自己跟他講說這個範圍會變動 他會幫你寫成會變動的寫法 我們先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就是直接請他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把在雲端白板上面這個對話 在第14頁 請幫我撰寫VBA的sub程式 有沒有 這個敘述把它直接就複製之後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 把它放到剛剛的這個下方 因為它要延續 它會有記憶 不過免費版的記憶容量很小 那個叫Token Token很小 那 不過我們問題應該沒有很多 應該沒有超過10個 不過沒有超過10個應該是OK的 你把這個問題丟給他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他理論上應該會延續剛剛的這個部分 然後很快的話 就會幫我們把程式給寫出來 上面好像會出現記憶更新 表示說他會喚醒剛剛前面的連結 然後 那你怎麼知道他到底寫的對不對 一般我的習慣會先看他的回應 有沒有 以下是VBA sub程式 有沒有 程式碼範例 所以他表示他知道我要的是sub 他會將格式化的電話號碼 樣式輸出到範圍14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有冒號103 因為他其實開頭 他只會跟你講開頭 結束的問題他會自己知道 OK 那底下的話就是他的程式碼 看起來好像應該是 應該沒錯啦 因為他多一個for圍圈 4到103 然後分別產生三個東西 串接之後輸出 那底下有說明 看起來好像也沒錯 然後把他複製起來 所以如果已經幫你產生之後 下一步的話 你就複製程式碼 再來做什麼 很簡單嘛 把它貼到那個 剛剛的這個 Function的下方 把它Ctrl V貼上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可以跑了 不過特別注意 Sub跟Function最大的差別 就是Function是從這邊插入函數 去執行它 可是 Sub的執行方式 請注意 是必須從上面有一個 按鈕 叫做執行Sub這個按鈕 OK 特別注意 那你要怎麼執行呢 特別注意 你把游標只要停到 Sub跟EndSub的中間 選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 比如放這裡 按一下上面的這個執行 它就會幫你把結果輸出 OK 試一下 不過 可能你在執行之前 你需要先把舊的東西 像這個舊的這個公式 把它先刪掉 所以把它選起來 我喜歡是Ctrl V向下 選到底 或者你用滑鼠選可以啦 Delete的掉 好 那接下來關鍵的時刻來了 執行 切過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這邊按一下 只要把游標放在Sub跟EndSub中間 按一下上面這個執行 如果輸出結果是我們要的 那表示應該就達標了 就成功了 OK 看一下 執行一下 關鍵時刻 它會出狀況呢 看起來好像不會 還滿OK的 馬上就寫好了 好像沒有問題 所以表示這個 Ctrl GV 其實還算還滿給力的 OK 你說 這個是我什麼事都沒做耶 對 Ctrl GV 就是要讓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OK 不然要Ctrl GV 幹嘛 所以為什麼現在 所有人都把所有的這個 都投資在這個AI上面 因為很簡單嘛 這東西本來就對於未來 真的是太有幫助了 很多東西很難的突然變簡單了 但是我一直強調 不是說你完全不用學 但是只是說你把你需要學習的 應該算是重點 你的精力可以放在你需要學的 不用說什麼都要記 以前的話 光把這些程式寫出來 你就已經分頭轉向 你還有別的時間去思考別的嗎 沒有啦 OK 好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理論上就成功了 但是最後可能還是需要改一個地方 就是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改一下 改成比較接地氣的 它叫Sub 後面它的名稱叫什麼 Format the phone numbers 我覺得不要 我叫手機就好了 OK 所以我希望把它改成叫手機 手機有沒有 Sub後面這個名稱可以改 手機 好 它就叫手機的一個Sub 這樣OK 更更 但是最後你說 老師那我要把它清掉怎麼清 很簡單嘛 你就再叫俏裕裏寫就好了 比如說 你希望叫它怎麼寫 一樣 請幫我撰寫BBASub程式 開頭一樣 就是清除E4到 到的話就冒號 冒號E103 這個問題丟給他 他應該理論上很快就幫你寫出來 程式應該也不長吧 就是一個range 有沒有一行就OK了 其實就寫這樣 range就範圍 這個範圍給他 後面加一個clearcontents 自己寫可以吧 這個還蠻一般的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呢 就一樣貼到這個程式的下方 那你會發現它就會出現 一樣 執行的方法就是把游標放在這個中間按執行 這樣OK了 這邊執行 有了 這個執行 有了 這個名稱如果再接低7一點的話 把它改成叫什麼 叫清除算了 所以這個把它改成叫清除 這樣OK了 所以我們很快的 把首期執行一下 把清除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不過最後你說 是那個執行有點麻煩 如果下一次我要執行 那我要再 記得LT 再加F11 然後再把module打開 然後再找到sub 然後再按執行 也是可以啦 可是好像有點麻煩 這樣我要花很多時間 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兩個sub 變成兩個按鈕 那就在旁邊按一下 手機 按一下清除 就OK了 那會更好 所以跟各位講 以後sub直接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叫一鍵完成 那這個一鍵完成 當然這個sub可以做很複雜 不是說像這個很簡單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動作 一次 比如說你把所有的統計分析做完 直接輸出爆表 可以啊 全部穿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最後如果假設我希望把sub手機 跟sub清除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放在這邊 方法也很簡單 不過這個時候你可能要 多開啟一個設計的模式 叫開發人員 那開發人員放在 放的位置有點 可能要自己手動開 那個因為一般人可能用不到 請你在上方有個小的箭頭 我們點一下 這邊點一下 然後找到其他命令 有沒有 上面點一下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有沒有 在快速存取功能 上面這邊 你的右邊會看到有個開發人員 就這一個 所以點選制定功能區的開發人員 那就可以把 按確定就OK啦 那你會發現 你在 Excel的上面標籤就多一個開發人員 OK 不過一般人不太會用到開發人員 但如果你會開這個 表示你升級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別人用Excel 他有沒有開開發人員 有 那表示這個應該是算高手 才會開這個 這個沒開 表示他應該不會用VBA 所以他還在很Low的 OK 所以我是建議啦 現在很多企業 一般 慢慢也都導入這些東西 因為你不會用 真的你怎麼 這真的太慢了 每天還有Ctrl C Ctrl V 你這怎麼做完 每天都光這些資料處理 你就分頭轉向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開發人員出現 記得喔 這邊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開發人員打勾 第二個的話請你找到 在開發人員的正下方有個插入 位置就是在表 記得喔 表單控制項 等於左上角有一個 這個很像一個按鈕 就這個 它有點像小畫家裡面的矩形 你點它一下 然後你就跟小畫家的矩形一樣 你把它拖拉一個位置大小 自己決定 有沒有 右下角按住不要放喔 放開之後就是它的大小 你大就大小就小 我們大概這樣放開 好 它會跳出一個問題說 請問一下 你這個按鈕這樣按下去 會執行哪一個聚齊 其實聚齊就是SARB啦 所以以後 反正你看到聚齊 你就直覺想到SARB就對了 不過我覺得聚齊翻譯的不好 這很容易搞混 有沒有 其實你就知道 就是手機的這個SARB 就指定給它 那接下來上面這兩個字 我建議複製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按確定之後 它按鈕上面的名稱 還是按鈕1 並不會是手機 這點我覺得 這個從以前的版本到現在都一樣 它應該自己帶過來就好了嘛 我幫你拿到自己打 怎麼辦 點它一下 把這個名稱改成手機 OK了 好 那來試試看 你點旁邊一下 記得喔 你不能是設計模式 你不能再這樣點沒效 這樣是設計模式 因為它現在有八個端點 有沒有 就不能夠執行 那你必須點旁邊一下 再點它 它就WALK了 OK 就這麼應該不算困難吧 OK 好 再來一個 清除 點一下 這個 同樣的方法 在下方拖拉一個清除大小 最好跟上面一樣 不一樣大小看起來怪怪的 然後清除 一樣 按下它執行清除的SARB 然後再把清除兩個字複製 再按確定 再把清除這兩個字貼上 然後呢 最後呢 就取消設計模式 點旁邊一下 好 清除 就Ready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它點下去 它就可以WALK了 好 其實這樣執行 手機 OK 終於我們把它講完 講 大概有達到目標了 所以今天我大概預估 雖然時間太短了 一個小時五十分鐘 要講完這三個東西 對於以前來說是絕對不可能的 以前上一個 一個這個都已經上不完了 OK 更不要說還要講到VBA了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拜Charge BD所賜 因為如果沒有AI 這些絕對是辦不到的 那我是覺得 AI是可以讓很多人 可以從那個城市的這個死胡同裡面 被救出來 真的 不然的話你光要把城市學完 學完就還寫不出來 因為很多同學說 老師我怎麼學這麼久 我城市還是寫不出來 我後來只能回答他說 這個大概要有天分 真的 後來想起來 對 以前要寫城市要有天分 我就在想說 那為什麼我可以寫出來 別人寫不出來 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後來我發現真的 你要會寫城市要寫得好 我覺得需要具備一個特質 就是你記憶力非常好 因為我發現 我應該有一個特質 就是我記那些城市不算困難 所以後來我為什麼會寫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看了幾遍之後 我城市幾乎都背起來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在幹嘛 真的我坦白講 我剛開始真的不知道說那城市在幹嘛 但是我只知道說把這些城市打上去 他就可以執行 但是打城市還有一個問題 一個字都不能錯 哪怕你打錯一個逗點 結果還是不對 所以我發現我有過人的那個記憶力 但是我覺得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那麼過人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都卡在一個bug 兩個bug 但是我幫他們看一下 不就這樣嗎 就OK了 他說老師什麼什麼減 你對你來說什麼什麼減 大概本來就不難 所以以前沒有AI就只能這樣 但是現在有AI我說沒關係 你錯沒關係 你就請出去幫你寫 或者甚至 但是你城市如果講又有bug 我跟各位講 你甚至可以把問題直接貼上去 比如說你這個字打錯好了 像這個少打一個S 你可以把這個錯誤的問題 直接再貼到那個CHOTB下方 請幫我除錯 跟各位講 馬上幫你找出來 甚至你可以把整個城市 很複雜的直接貼上去 請幫我找出什麼錯 瞬間找出來 所以以前學生都會問我說 老師我這個城市有bug怎麼辦 我後來發現根本不用幫他們看 直接貼給CHOTB 馬上幫你把錯誤找出來 這簡直是太棒了 OK 所以再也不需要說 用人工的方式完成這些事情 OK 那 所以今天的話等於就是一個分享 就是我把我最近的上課的經驗 做一個比較密集性的分享 但是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大概就講一個範例 其實說真的 我真的有準備還滿多的範例 因為在範例檔案裡面 大概有十個範例吧 所以後面的話 如果各位有時間就比照辦理 其實方法都一樣 上面講義也都有啦 也有那個對話的紀錄 甚至我還有把我跟CHOTB的對話 都有把它放在上面吧 我記得好像除了這個Q有沒有 我記得好像有一些 我是會有把那個 這個這個 我跟CHOTB的對話 有把它貼上去 所以你們自己再稍微參考一下 OK 那最後 阿姨幫我 你的節目在前面 可以幫我轉一下嗎 你說那個 對對就前面那個 OK 有一個那個活動時間表 你知道嗎 我好像沒有放進來 嗯 好 那你有沒有 那我用活動 OK